為什麼 因為他爸爸就坐在他後面 國民黨的陳明義 那怎麼會去 怎麼會讓他爸爸難堪 他雖然是民眾黨當選的 可是爸爸坐在他後面 你笑著高興 你畫面出來 他爸爸笑得那麼開心 他在直接做球給你 他不是在談什麼國政問題 但是跟你 也不是談美國問題 侯耀宜根本都沒有聽懂他 那是一中政策 那是關於中美台關係 他問你一法三公報 這麼簡單的一個嘗試 臺灣官員你都講不出來 那你憑什麼 你在答復議員說 我為國家奉獻犧牲 我捍衛殘死的中華民國 我國家有需要 我就勇往直前 你都在講國家 那現在人家問你說 那一法三公報是什麼 他不知道 你還當警察大學校長 這個總司機器全國都在看 你看那個媒體 各大小媒體全部都圍在 聚光燈集中在這裡 你不要打誤錯 讓人家意料說 怎麼會差 層次差這麼多 昨天他表現的是什麼 因為死豬不怕滾水燙 你奈我何 那個不對的 那個就會讓你想到二零一九 韓國瑜陡進 對 韓國瑜第二嘛對不對 陡進高雄市議會說 那個激光燈集中的時候 他上台 大家在看他第一次被執行的時候 一個黃捷問他自經期 高雄市自經期的計畫 他不知道自經期是什麼都完異 所以黃捷才會翻白眼 他就講說人豁出去 高雄花大財 黃捷才一個翻白眼 那已經是民主政治 一個經典的畫面 真的是如這個 這個原製作為講 只是沒有展現實力而已嗎 那個陳士軒拿那個 美國國務院的Mark 他居然說是FBI 因為他是警察 他只知道FBI 可是你不要忘記 那個Mark上面有寫英文 Department of State 就是美國國務院的英文 你看到英文你看不懂嗎 可是他可能看不懂 看不懂 他可能不曉得這個英文是什麼字 是什麼單位 他連這個單字都不知道 你怎麼拿到博士學位的 而且他比我們厲害什麼 他沒有念碩士 中華民國 唯一一個人沒有念碩士 大學畢業職工博士班 侯友宜 天才 照理講這個英文 應該對他講是小case 他完全不知道 陳士軒站很遠 陳士軒站很遠 那他可以加拿近一點嗎 拿近一點 上面有寫英文字 看不懂 那我問你 警察大學是有國境警察系 什麼叫國境警察系 負責我們的社外的事務 我們的這個什麼外事警察 英文都非常好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當過警大的校長 你怎麼會連這個都不曉得 什麼一法三公報 我們都知道啊 台灣關係法 上海公報 建交公告 八一七公報 隨便就講出來啊 一法三公報 講不出來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他真的是露線 露得太誇張 民進黨 如果他真的 他真的當國民黨的 這個總統候選人 是個災難 只要把他這次在 市議會 這些相關的事情 剪成影片 一直播嘛 就炒包嘛 所以我真的覺得 好有 我跟你講 這個韓國瑜 還會扯一些 扯東扯西 講一些有的不的 講一些笑話什麼的 扛拖一些有的不的 然後有意思 韓國瑜不會扛拖 你說你說 那你換你講 不是你說啊 你說 你回答可以這樣子嗎 你在反質詢 你在質詢你說 你說 那今天如果這個 我們的陳建仁 在立法院質詢 人家問你 你說啊 威兒你說啊 可以這樣子嗎 你比較懂 所以你說 你說 我怎麼都不懂 白紙一張 我真的覺得不用鬧了啦 真的滑天下之大吉 今天 昨天趙少康還說 他說 新北市民不在乎啦 這個落跑議題 不在乎 關你們大家什麼屁事 新北市民有沒有在乎 新北市民很在乎 2014年 當時的朱立倫 選新北市長 拿到95萬票 2016年落跑 去選總統 新北拿多少票 拿70萬票 掉了25萬票 你說新北市民在不在乎 高雄市民也很在乎啊 韓國瑜當時 2018年選高雄市長 拿到89萬票 結果後來呢 去選總統 只拿到61萬票 掉了28萬 高雄市民也在乎啊 而且還被罷免掉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趙少康你就繼續講 不在乎吧 我覺得如果 真的是如趙少康所言 明年1月份 我們的新北市民 就用選票告訴趙少康 我們不是被騙的啦 對 所以他昨天講說 他昨天做施政報告 你施政 你施政報告的施政 閃未期限 直到今年5月 也就是我落跑了 那你們就不要 這個報告跟我無關 你就告訴我們 我們到家你的期限嘛 否則你做這個施政報告 市民也市民要聽幹嘛 你搞不好 明年就去選總統了 你搞不好 明年就去選總統了 這個施政報告 废止一張嘛 對 他現在已經心不在心北了嘛 心不在焉了嘛 所以我真的覺得 侮辱新北市民的智慧 我比較新北市民要覺醒 對的確是侮辱新北市民智慧 所以趙少康可以繼續講 你們這些 其他的縣市 關你們屁事 繼續講 沒有關係 那就看新北市民 如何的去看待 來晚 現在看到侯友宜這樣的表現 真的是很有當年的韓國瑜 完全是不是走韓國瑜 會所謂的重蹈覆轍 韓國瑜輸他 韓國瑜花了170天才落跑 他122天就開始變更議程 想要落跑了 所以侯友宜呢 除了比韓國瑜不好笑以外呢 其他都贏韓國瑜 我跟你講 我剛才聽了這一段 我才知道我們台語講的 尾山尾水 下一句我就不講了 不要什麼都能去圓 如果侯友宜明年開始 真的是面對民進黨的質詢 就開始講這一句說 我告訴你 我這邊只回答市政議題 這個國家級的議題不回答 你就是草包 為什麼 因為你回答過啊 關稅貿易壁壘 後面多個障礙 不是他講的 分明 分明 壁壘 分明 不是他講的 然後回答什麼 什麼三安 有的不的 他很會發明這種口號 可是沒有內容 很厲害哦 要背他的口號還不容易 就是說 他回答了很多 國家方面的政策 高度 要選總統人 也應該要回答 現在變黃球啊 那個議員 還要做球給他 結果球打到臉上 那我一般做球 是給人家殺球用的 就每一個球 做上去 都打到侯友的臉上 很像我在那個 YouTube上看到 一個很好笑的影片一樣 都用臉在踢足球 他根本沒辦法回答 這些國際議題 國家定位議題 經貿議題 然後這個人告訴你 我要去選總統 然後呢 出個豬隊友 幫他嗆 關你們大家差事啊 對 以後侯友宜 出來新北市以外 全國的人 就學趙少康這一句 你來選總統 關我們什麼事啊 然後人家這樣嗆的 關台灣人所有人的事 趙少康憑什麼 代表新北市民說謊 所有的民調都 表示出來 至少三成 最多51% 都反對侯友宜 落跑去選總統 結果趙少康出來 代表新北說 新北市民都不在乎 關你們其他縣市 屁事 就繼續 所以你才看到一個 國民黨內部分圍在變 第一個 草包的形象 民調的下滑 落跑已經沒有正當性 所以原來偷偷弄的 現在公開告訴你 我有16個 我有16個挺郭台銘的 只剩13個挺侯友宜的 然後呢 還直接罵 侯友宜是叛徒 陳玉珍那個說法就說他是叛徒 因為他被刺啊 背叛國民黨啊 差點沒有把藍皮綠骨說出來而已 然後朱立倫才輕輕的講說 不要批評自己的同志 就開始罵了 那這些挺郭台銘的會不會越罵越凶 你再仔細去看 去挺郭台銘的人 朱立倫沒有辦法約束嗎 裡面的名單你仔細看 除了王鴻威 陳玉珍 呂玉琳 三個區域立委以外 剩下13個 全部不分區 只要國民黨黨主席 告訴這些不分區立委 不要去參與這種拉幫結派 你們都是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 全部結束 沒有喔 國民黨的不分區已經不多了喔 全部跑到挺郭台銘參會 讓陳玉珍開炮 說這個侯友宜 林明珍選舉說不出席 最後那個肇事晚會 四大公投的時候 立場不一樣 用這種背刺來影射他背叛的人 竟然13個都是不分區立委 郭立倫你在裡面是什麼角色啊 然後再來 我們看到新北市議員這一幕 我自己從議員起來的 我只問現場也有新北市議員 監督新北市長 監督新北市政府 難道不是新北市民給你們的職權嗎 這些國民黨的議員 新北火化廠的收賄 1月加現在抓到了25個收收 收收黑錢 不該質詢嗎 66槍不該質詢嗎 斷橋不該質詢嗎 我還沒有把火災算進去 還有好多各地的建設 你的選民托付你的 你可以讓他繞跑 連藍營的名嘴都說 這是在害侯友宜 結果呢 繞跑的侯友宜 一堆中國國民黨的新北市議員 幫忙背書 我最近看到好幾個 這些名嘴 媒體人不是綠營的 都說 那幫凶通通一起下架 新北市的中國國民黨議員 應該下架 因為你要告訴大家 過去怎麼執行 這次為什麼要變 過去執行的順序 為什麼這一次要提早 有什麼理由 而且國民黨在新北市議會 長期是過半的 如果這樣做才對 你上一屆為什麼不調整 去年為什麼不調整 很明顯這次改變 就是為了方便侯友宜落跑 所以呢 侯友宜的背棄 有中國國民黨市議員的背書 一起當共犯 而被背棄的人是新北市民 而國民黨的戰鬥男的精神領袖 告訴你們 新北市民都不在乎 其他縣市的人呢 關你屁事 這種態度的驕傲傲慢 然後再對照侯友宜的 什麼都不會 什麼都連馬英九都說 他需要再補習 然後國民黨現在急著 趕快讓他去選總統 我說真的啦 我個人私底下撇開黨派來講 國民黨裡面真的訓練好 可以選總統 可以擔當國家大任的 反而是朱立倫 不是郭台銘跟侯友宜 對的確來國東哥怎麼 這選總統可以選到這麼的傲慢嗎 竟然照樣看可以說 關其他人什麼事 那如果再對照 新來就有會 6月25號要插旗新北 這個賴清德 在新北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對於侯友宜會承認什麼影響 我想把這個問題比較拉高層次一點看 我們在看侯友宜昨天在新北市那樣子 我感覺到國民黨的災難 就從新北市議會這場表演開始 你的災難已經注定在那裡 如果你不趕快緊急求協助補助的話 將來這個坑會越來越大 就像今天新竹突然冒出一個大坑 一輛車子就掉進去一樣 這個問題是國民黨你自己內部要考慮嘛 我們一再在節目裡面講 我們也很樂見國民黨提一個優秀 傑出的人才出來來當台灣的總統 但是侯友宜這樣的表現 會讓很多觀眾打個問號說 那你這樣夠不夠資格來當一個台灣的總統 你不要以為說 因為當選台灣總統不需要到立法院背行 去打赴立法院無厘頭的這些執行 所以沒關係 那你是什麼這種想法呢 你至少你的格局要拉高嘛 侯友宜是當過四年的市長 八年的副市長 他當很久了 表示說這麼長的時間 他心裡都沒有準備說 有天我會更上一層樓 我必須準備 心裡有準備很多事情 我必須要了解的 他從來沒有去想過 八年副市長 喊不喊喊就過去了 四年市長 他眼睛看到的是選票一百多萬 他就以為一百多萬對選一個總統來的差距很大的 你選一個總統要多少萬票啊 不要講韓國也五百多萬耶 你一百多萬能算什麼啦 對我說這就是災難 你平常沒有準備 所以你靈機動還可以轉嘛 開花怎麼講 他站在那裡就笑一笑 那以後我們選一個總統碰到事情 他就在那裡笑一笑就好了 不能這樣子的 絕對 歷史不能說 以前選馬英九大家都是奇怪 他的想法很奇怪 陸龍是耳朵 陸耳朵長的毛 我們也是笑一笑 從來沒有想到說 為什麼一個總統這樣的高度在民主國家 他既然連什麼都不懂的話 那這個不只是他個人災難 國民人災難 是國家的不幸耶 全體台灣人民會 整個往下沉淪下去 這是在選總統耶 這不是在選管理 這不是選立法委員耶 可以讓你黑龍制度耶 因為你還要經過多少關 還要辯論 然後還出國訪問 全世界的所有民主國家的電視台 電台都會集中在台灣來這裡 那你怎麼辦啊 你怎麼面對啊 國民人你有沒有想到這個東西 選一個台灣的總統 不是只有我們關著門 大家來投票 全世界都在看耶 外國媒體還要訪問 對啊 還繼續講那一套 天啊 那個國外媒體怎麼報導 人家是恨不得 趕快安排國外媒體來訪問 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才是正圖嘛 你這樣子怎麼讓外國媒體訪問 你的答案 我不好意思講 不要像中國那個大使一樣 那個鑄化大使 到時候一問三不治 一問三出誰 那事情又大條了 所以我說趕快 如果國民人真的要五月十七號 要提名侯友宜 還有一個月時間 趕快吧 你們要加緊 就是二十四小時 不讓他休息也要惡補成功嘛 怎麼可以 我發現說奇怪 他他在這一輩子 侯友宜講的那些話 因為你講的捍衛國家啦 什麼國家有需要我 勇往直接 這些東西就昨天全部都破功掉了 侯友宜現在最強健的對手 不是賴清德喔 是郭台銘喔 因為這個陳玉珍說嘛 這個不挺侯友宜的這個內幕 就批他說 這個背誓國民黨啦 然後一直切割國民黨啊 那同時陳玉珍因為他安排 這個黨內的不分居立委 跟郭台銘餐序吃飯嘛 然後而且說呢 這個算一算 現在挺郭台銘的立委 16人是比挺侯友宜的 13人還要多 所以要請教一川兄 現在國民黨內挺郭台銘的 已經超越了侯友宜嗎 對啦 這裡頭當然有些人是兩邊壓 可是各位要觀察一個重點是 這一場餐會 這些人都不避諱 沒有一個在閃躲了 每一個人都大大方方走進這間餐廳 連郭台銘在受訪的時候 都沒有站立委 這樣有聽嗎 有的是吃吃的 要訪問金來選對不對 王鴻衛還站在門口 站多久 他有受訪喔 哇他還在那邊講電話 然後站在門口多久 這些人看起來都已經是公開庭了 這些不只是不分區耶 這當時嘛 吳敦義提名這部分區的時候 背後都是地方派系耶 你看那個林文睿就是雲林嘛 對不對 徐志榮是苗栗嘛 然後吳怡丁是高雄嘛 然後張玉美是桃園中壢嘛 廖宛如是屏東嘛 李玉林是屏鎮農潭嘛 這些都是地方派系耶 我剛練的這些 有哪一個是形象牌嗎 有嗎 沒有 這都不是形象牌 地方的實力 這都地方派系 那這些地方派系 告訴我就是什麼 大家會收聽的我就聽你嘛 那他們當然看得出來 就是吳友宜這種就不會收聽 搞吳友宜這種朋友 不會收聽 出事的時候 走路背 就像那個 處理那個林明珍一樣嘛 處理這個顏寬恒一樣嘛 就遇到這些課題的時候 他就散就躲 所以這些地方派系的這一些人 最後會集結在 這個郭台銘下面 也不是他們支持郭台銘啦 那就是賣雙吳友宜而已啦 你說那個謝典林 謝典林叫這兩個都沒完沒收啦 我們跟我們說謝伊鳳 他去聽 聽這個 侯友宜 謝典林明珍要出來 聽這個郭台銘 做一個議長 國民黨沒黨的叫來叫郭台銘 不管他不關起來 公開說什麼 把這個地方派出來 對 你就看他出來說 侯友宜要男子去彰化 就謝典林當時了 對 所以 張華還有另外一個更強的 那個姓蕭的 上次那個 也被現在被抓走那一個 就是 蕭景田 蕭景田 林姓兒跟蕭景田 蕭景田 蕭景田 對 可是私底下 其實蠻多這個立委 他們的心裡面未必挺郭 但是他們其實對侯友宜這種 不太聽的 這種態度 其實是心寒 對 范老師怎麼樣 因為這個陳玉珍看起來 這是隨便摳一摳就這麼多人嗎 特別是他講 為什麼不挺侯的原因 因為侯友宜一直切割國民黨 還發文背誓同志 光這個原因是不是很容易 在國民黨內就摳到一堆人了 所以現在郭台銘的聲勢 包括明天跟彰化 這個議長謝典林 還有台北廠現在也說 600人已經是摳到 所以可以看出 那個郭台銘的聲勢是 一直在往上衝 已經超越了侯友宜嗎 對 他其實很會善於用一些 就是企業顧問公司 給他的建議 他就是這樣你先預約 然後忽然爆滿 就表示我們人就非常多 他上個禮拜也是 上個禮拜不是在竹北 他也是說 我們有350個名額 秒殺 結果他還到現場 也不過500多人 也沒多少 但是他就是製造一種 一二行銷的方式 也正是 他是用這種 他的這個幕僚應該是 比較偏向這一種 不是政治的幕僚 所以你看 現在 他陳雲珍為什麼趕出來 站第一槍 就是你背骨嘛 但是我必須要講 郭台銘他說 聽郭台銘聽你說 我是說整個場合 就是聽他一個人在說啦 他有聽別人說嗎 他連記者會都不讓記者說 還要用他的私疑 去這個控制媒體的發問 天下哪有這種事情 你要選總統的人 你就是應該 聽別人的意見 聽記者的意見嘛 美國的拜登 有人說他年紀大 他還是一樣 媒體為他直接回答嘛 直求對決嘛 怎麼還有控制 由這個你的私疑 那我問你當總統之後 你是不是所有的記者會 都是要先過濾的 先把題目拿出來 那我還要再篩選 對我有力的我才講 沒有力的我不發問 可以這樣做嗎 這嚴重侵害新聞自由 他今天在哪裡 在這個東海大學 面對大學生 他說什麼 他說我郭台銘就是中華民國 你就是中華民國 他說這個國歌再不唱 就沒幾年了 要趕快把它維持住 我是說 如果郭台銘當上總統 東海大學大學生 每天早上唱國歌 要不要 全台灣每天恢復 國中國小每天 每一個禮拜 每天五天都要唱國歌 大家要不要 我們已經是民主的國家 國歌當然很重要 但不需要每天唱嘛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一種 非常強烈的黨國教育 他說台灣 他最近在東海大學說 台灣真是沒有變啊 張三換了換李四 李四換了換王二馬子 換了半天 台灣有改變嗎 那我問你 我們的正常倫理 這倫替假的嗎 只有你當總統才要改變嗎 他說只有我才可以改變台灣 其實他那是強烈的意識形態 強烈的意識形態吧 他今天在東海怎麼講 他說哎呀大陸不喜歡打仗啦 所以我們不要台獨 大陸就不會打我們 你哪來的證據 他又在美化中國了 對 美化中國 他把對岸說成是個和平的死者 那就像中國講的 我們每天狙擊繞臺 是為了保衛台灣同胞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他已經敵我不分 而且整個人活在自己的邏輯 跟想像裡面 那如果是這樣 那中國今天每天 每天對我們的這個 飛機繞臺 軍艦繞臺 我們還要感謝他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他完全這個邏輯的錯亂 所以我覺得 他說我們只要不獨立 對岸就不會打我們 我問你 蔡英文到目前為止 有宣布台獨嗎 蔡英文沒有台獨 那為什麼他還在軍機繞臺 台獨與否 不是你郭台銘說了算 是對岸怎麼認定 你看他說我們喊中華民國 我們唱中華民國國歌 抱歉 自帶對岸來講就是獨台 就是華獨 所以我必須要講 這個就是非常的一廂情願 我這種說法 我不認為台灣的年輕人 台灣的大學生會接受的 好再來關鍵台海最新局勢 那中共解放軍 對台灣的海上威脅 不僅止於他們的航母 還有包括他們的兩棲突擊艦 還有這個飛彈驅逐艦等等 對我們的海上防衛 構成嚴峻的挑戰 請教余將軍 我們七月要進行了漢光演習 說要進行什麼 飽和攻擊是不是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有這個能力 進行對貢劍所謂的飽和攻擊嗎 其實國軍以前一直在做一件事 因為國軍 通常我們陸軍海軍空軍 要三軍協同來做一個大的演練 大概就陸軍 以我們陸軍主導來講 大概就是南部的聯勇 聯勇操演 那我當中央旅行長的時候 我指揮過空軍 指揮過海軍的岸炮 還有我們陸軍 等於說所有的火炮一起來做演習 我們演習過 但是實在是對陸上 我們那是對陸上 就是保麗山 所以保麗山很慘 保麗山從我中衛開始 到現在 越轟越平了 你知道 已經快要轟平了 因為所有的火炮 機炮 這個腰物流 戰車炮 破炮 四二炮全部都打 那已經比我中衛看到他的時候 已經矮很多了 那現在呢 其實我們真正要轟的 倒不是路上 那時候 其實我每一次在開聯勇的檢討會 我就講 我們要打的是海上的 對 因為我們的敵人從海上來 貢劍會從海上過來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這種火力 把它轉移到海上去打 那其實當時 我們的上級國安部局 我們做法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不要挑釁 我們一下把我們的這麼強的火力 展現在海上 那個中國會覺得我們在挑釁他 可是現在 我覺得不是挑釁的問題 是你過來了 你的山東艦 跑到距離我們恆川120海里 然後還不是來一艘一堆過來 所以我覺得國防部該做一些調整 不能夠自我限縮了 所以很多人說 我們是不是不會做三軍聯合作戰 會 可是我們沒有對海上做 那有沒有做過 有 曾經有做過 我們在宜蘭做過 我跟你講 我這個圖片 大家看這個圖片是 是連勇 是在保麗山路上 所以我講那個山被我們越轟越矮 你知道嗎 從我在小時候 中尉的時候看 哇好高哦 等到我升級少將的時候 怎麼變這麼小一座山 不是我長大 因為20歲已經長成了 我沒有再長高過 是山變矮了 被我們國軍一直三軍聯合作戰轟到矮 那我們有沒有做過聯合作戰 有 我給大家看 這個 這一艘 這一艘是我們打成的一艘靶船 這個靶船是多少彈去打的 我告訴你 這個魚雷打 雄風打 然後我們的鹿炮打 全部打 打成在宜蘭 我們演練過一次 演練過那一次造成很大的麻煩 怎麼說 因為那時候總統是小馬哥 馬英九 他說這種演習以後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怎麼調整 對就是說 不要做這麼大規模的演習 所以後面才會有那個放音樂 放那個拼琳碰的音樂 放鞭炮的音樂 對對對 那其實後來的阿扁的時代 我們又做了一次 繼續再做了一次 因為覺得不能不做啊 還是要做啊 對 雖然阿扁的時候有一次突刺 那個魚雷不是斷線嗎 然後在司令台上的人都臥倒 對 我跟你講 大家不要覺得是不好的事 有突刺才會改進 對 美軍都會突刺 對 我跟你講 那美軍的尼米茲號 前段時間不是共軍說 我們的那個山東號 起降了620次 尼米茲號說 沒有 我們48年35萬次 35萬次 那是有多少美國的空軍犧牲了 應該是海軍 海軍飛拳犧牲 因為難免會有些突刺 一定會 有以前陸軍或海軍講說 我們演習要臨為安 不能出一件事 其實我對這個事是有意見的 演習我們要降低危險 但是不可能臨為安 你以美軍來講 美軍這麼先進的國家 他的美軍的航空母艦的飛行員 損失很大 可是這就是訓練 所以說這就是三軍飽和攻擊 因為軍武設備不可能說 百分之百完美的狀態 不可能 因為我直接講 魚雷也好 雄風飛彈也好 天弓飛彈也好 不像我們平常陸軍 我們的5.56公里的槍 我們到靶場去打一打 魚雷可以沒事去打 不可能啊 難得有這麼一次大演習可以打 雄風飛彈沒事 今天下午沒事 班長帶著雄風飛彈兵到海邊打兩發 不可能吧 不可能 所以一定是要經過完整的規劃 計算好時間 計算好所有的航程 還要發海上的航巡管制 才能打 這次要打沉了 我們打過 今年漢光雨期會不會做這樣 我不知道 可是我預期一定會在海上 因為這樣的模擬 其實就是 預防貢艦 不管它是多大的 甚至是航空母艦過來 通通都是可以模擬 對 因為一個士兵 或是一個飛彈手 或是一個魚雷操作手 他在服役全程 能夠打一發魚雷 擊中目標 我告訴你這輩子忘不了 而且這個人 通常我們計算過 打過10彈 例如說托斯飛彈 或是標槍飛彈 打過10彈擊中目標的士兵 流盈率99% 幾乎都留下來 這爽啊 對 他爽啊 對他爽 對 所以我才說 國軍要提高士氣 要提高流盈率 提高我們的戰力值 對 這種演習要多做 那什麼叫飽和攻擊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飽和攻擊不是說 把我們所有的武器一次打完 飽和攻擊是說 這個 例如說山東艦好了 山東艦 需要承受多麼大的攻擊 才會受到損害 我不是說打沉 受到損害 傾斜或者無法傾降 最大的攻擊程度 就叫飽和攻擊 那這種攻擊呢 是我們國軍做得到的 也不會說我們一次攻擊出去 就沒有第二波 不是飽和攻擊不是打出去 沒有第二波 飽和攻擊是對準這個目標 它的最大承受程度 叫飽和攻擊 所以這次漢光演習 我們會針對 敵人的軍艦 山東艦 052 054 有不同的目標 我們會做不同的飽和攻擊 把他打到失去作用 失去戰力 這就是飽和攻擊 所以說今年要做 以前有沒有做過 以前做有啦 都在路上做 那在海上做挑釁太大 那這一次 不是我挑釁啊 我告訴你 我們在做這個 一定會有立法委員說 國軍在挑釁 我告訴大家 這不是挑釁 這不是挑釁 這是必然的戰備作為 因為你不這樣子做 我告訴你 山東艦會越開越近 你不這樣子做 他的各種護衛艦 飛彈會越開越近 那我們透過演習 中國會發所謂的海事管制 我們不會發嗎 我們也可以發 然後發完之後 把影片PO出去 告訴你 如果你要接近 就是這樣 如果你再敢接近 你就是這樣 所以說這不是挑釁 這是我們對於防衛作戰演訓 除了演訓之外 還有嚇阻力的展現 這也是防衛台灣 非常重要的這種演習 因為我們要保護自己 就如同現在的美飛演習 同樣他們今年 是朝南海的一艘靶艦 發射一連串的海馬斯火箭 並且予以集成 這其實都是在警告敵人 來晚 現在所了解到的 美國跟韓國 現在美國最新的一個 軍事部署 就是他們的核動力潛艦 要部署在朝鮮半島 這對於中國跟北朝鮮 是不是有極具威嚇的一個作用 我們現在有個名詞 叫做區域的防禦體系 這個區域的防禦體系 是由自由民主國家陣營 連結起來的 我今天還打了這個圖 大家一看這個圖 大概就看得懂 我在講什麼東西 如果你仔細看 我現在把 大家地圖都習慣東西看 你把它轉一下 這邊是中國 韓國這裡 華盛頓宣言 也就是這一次 韓國的總統跟美國總統 共同發表宣言裡面 除了共同發展武器 卸放以外 最重要最關鍵 就是把核子動力潛艇 部署在這裡 一旦部署在這裡 你知道這邊是哪裡嗎 黃海 渤海 中國的航母 中國的海軍 的母港在這裡 這邊放了核子動力潛艇 威脅大了 不是 你打開車門 你知道小偷一打開門 發電派出所在你家外面 你怎麼藏贓物 這個等於是賊窩外面 就是警察局的概念 這個是一個 你知道之前 把那個 美國要放一些 飛彈防御體系 放在這裡 薩德 薩德的時候 中國就跳到天的那一邊去了 這一次是把核子動力潛艇 擺這裡 然後你把這條線 往這邊一拉 你會發現 日本用了20兆 10年的時間 要在他西南諸島 增加130座軍備庫 這裡我就要 點一下郭董了 你到底是沒有國際觀 沒有國安的空心草包 還是別有用心 要讓台灣國防空掉 他今天講什麼 台灣要當科技島 不要像大杜山裡面 都是彈藥庫 你知道彈藥庫 什麼時候開始蓋的 從兩蔣時代 蓋到現在的 你在那邊 像蔣經國敬禮 結果你講的話 是在叮蔣經國 對 那日本不是科技國 日本弄了130座 軍備庫 就在這個地方 對 然後呢 你的鴻海 你的鴻海不是科技公司 那你們有沒有保全 對 有沒有安管 對 你的公司都要保全安管 國家不要國防 這兩者不是相似的 所以 郭台銘到底是別有用心 還是完全不懂 大家可以慢慢裁判 但你看 這條線到這裡對不對 我先跳過台灣 你知道這邊 像在宇納國島 宇納國島 日本在那邊建軍機場 對 宇納國島 跟台灣多近 很近 對 比平潭到台灣還要近 還要放愛國者飛彈 對 然後再來 我們都已經知道 菲律賓的呂宋島 已經簽約給了 九個基地 讓美軍使用F-22海馬 是要放在這裡 對 你在把台灣本身的 國防強化 這一條弧線 就是自由民主陣營的區域安全聯防 對 而這區域安全的聯防 台灣融合在這個體系裡面 才是真安全 真和平 安全保障 真穩定 如果再拉到第二島鏈 這邊是澳洲 澳洲跟英國跟美國有AUKUS 然後呢 那馬六甲好一下 那邊還有印度 叫做QUAD 這整個集體安全的體系 對 台灣不只融合在裡面 台灣也是裡面的要角 加上昨天國安局長證實 我們跟五眼聯盟是 即時更新分享情資 對 那答案就出來了嘛 台灣就是這個民主同盟的一份子 對 而民主同盟是我該講的整個體系 從黃海渤海外面 對 韓國日本美國 那邊有核子動力潛艇 對 日本有最多的F-35隱形戰機 五代戰機 對 加上西南 日本西南諸島強化的 對艦對空的飛彈 以及相關的軍備庫 加上台灣 美國也要在那邊設軍備庫 對 一直下來的話 你就會發現 真正的安全是 掌握我們自己的手裡面 我們有朋友 對 靠自己 而不是變中國的一部分 那我還特別注意 以中國的角度來看 解放軍 他們的中國媒體 今天有一個講出一個論點 就是說 如果中國一旦啟動武統 針對台灣的部分 他們會面臨四線作戰的問題 包括台海 朝鮮半島 南海 還有中印邊境 也就是說他們自己點火 這個點火不會只在台海而已 而是一次點四個火 其實四線還算客氣的 你以為俄羅斯不會打中國 歷史上佔領中國領土最多 是從北邊來的 那他這個四線作戰 其實就是對照的我剛才講 那個民主陣營的區域安全聯盟 已經成形 所以他剛才講的 包括我們這漢光也行 剛才余江君講的 對我們現在為什麼要保核 用保核是攻擊方 也就是現代的船艦 都有什麼方陣快爆啦 防空飛彈等等 保核攻擊就是 超過你防禦能力以後的攻擊 叫保核攻擊 我就會突破你 你就會被我打到了 所以台灣這一次要對海做保核攻擊 告訴共軍 台灣的國軍不是索加者的 我們的數字比你好 那這整個區域裡面 從東海